我要坐著 我不要坐著 乘客越說越激動 司機也放大音量 要求他馬上坐下 就你站而已 我幹嘛坐啦 你快開啦 你現在是怎樣啦 就怎麼了 後方乘客拍下公車上爭吵這一幕 透露司機跟乘客僵持不下 司機居然直接在馬路上停車 要求乘客坐下才肯行駛 強調說拜託一下 先麻煩坐好 我踩一個 踩一個放心啦 害他就越說口氣越不好 狀況發生在九月底 當時公車由鳳山開往前進方向 因為吵架一度停下 一致造成交通堵塞 被乘客放上網 司機是好意啦 我覺得是坐得比較安全啦 這事情不能怪公車司機啊 因為他為了乘客安全啊 你不坐下來萬一跌倒了 怎麼樣 那誰負責 雖然停車行為不妥 但若煞車導致民眾摔傷 恐怕得負起相關責任 讓不少司機上班 靜靜夜夜壓力超大 一方面要遵守公司規定 另一方面又要應付客人的各種需求 公車司機不只要注意路況 還得應付乘客各種需求 這款不好做的運輸服務業 不是人人能適應 也難怪求職人數銳減 民選陳明星旅焉傑高雄報導 速啟 task 速啟還要